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 试图仿效欧美的联邦制 以省县和国县为依托 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 其中有以湖南、浙江和广东的自治最为著名 如广东就实现了县议员和县长的直选 湖南还进行了省长民选 后来联省自治运动被孙中山蒋介石所发动的 东征北伐所摧毁 在镇压太平军中 各省都府全力膨胀 而在洋务运动中官商合作密切 地方势力进一步壮大 庚子事件中出现的东南护宝 更是彰显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权力肖长 在清末新政中 地方官员和地方身商结成利益共同体 并在预备立宪中与中央政府相抗衡 辛亥革命爆发后 各省纷纷脱离中央宣布独立 地方势力达到顶峰 各省代表聚集南京制线 类似美国独立战争后的费城制线 当袁世凯这位政治强人 接替孙文出任大总统后 逐步走向中央集权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 地方自治势力又高涨 在国会要求省治入线 学界商界和政界的有识知识 对自上而下推行的民主宪政很不满意 就主张推行自下而上的联省自治 联省自治反映的背后是一个联邦主义的议题 就是说我们看到在一个大国的政治转型当中 它通常会碰到这样三个问题 尤其是一个中国本来是一个专制的 军主的和中央大一同的 我们看到出现三个议题 分别是应对中国过去存在的这样的政治 政权结构的三个特征 第一个是拿宪政 因为宪政要求约束权利 针对的是一个无限的权利 针对的是一个专制 第二个是拿共和替代君主 第三个是拿联省自治 来替代中国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大一同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三个议题的出现 构成了中国那个年代政治转型的 一个相对完整的画面 换句话说 无论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的问题 解决的如何 最重要的话题都出来了 在1920年前后 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 袭减了南方的十几个省 如湖南、浙江、广东、四川、福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西等 湖南自治 1920年下 吴佩服对段祈锐任命张静尧为湖南都军不满 撤访北规 湖南人乘机发动驱逐张静尧运动 7月22日 乡军总司令兼湖南都督谭阳凯宣布乡人治乡 实行民选省长 在京的湖南人熊西林起草了《湖南自治法》大纲 梁启超也起草了《湖南省自治根本法》 9月13日谭阳凯召开自治会议 讨论自治法 就是1920年的这个练乡自治运动 那就是什么呢 主要是一些这个地方的局法 还有一些这个学者 还有一些政治活动家 他们搞起来 主要是两个中心是在广东和湖南 后来也不过一段下手 但是基本上他现在能搞起来 搞最热乎的时候 为什么广东和湖南可以搞起来 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深受这种客军之害 湖南是当时之前南北战争 南北拉锯 所以南边的广西军队也进来 南北边的北军也进来 所以这个深受其害 所以他们就当地的军阀 当地的四身 斯拉伯兴都是想 就是能够求太平 就是有些学者想起就是 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联邦主义的这个气质 就是因为想求全国统一 就是全国这种县主政府也很难嘛 这个局次感觉就是各省搞嘛 10月10日 长沙举行万人大游行 湖南全省30多个团体向省署提交 谨速制限的请愿书 22日爆发第二次游行 要求废都民选省长 当时大公报上有篇文章名为 民权不是送来的 该文高呼民权是真来的 不是送来的 由于军心部门 谭严凯辞职 由赵恒替继任乡军总司令 省议会还选举林之宇为省长 赵恒替让各方代表组成 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 负责制定省县 聘请李建农、王正平、蒋白礼等人 为省县起草委员 湖南省县法草案完成后 交由省县审查委员会审查 该审查委员会由每个县 民选一至三人组成 1921年12月 经全省公决 湖南省县法获得通过 投票人数有近2000万 其中1800多万人赞成 50多万人反对 时任参议员的杨永泰认为 制定省县 迎系省民要求为自己之保障 并非为各省之行政长官 或有力者或军阀之保障 1922年1月1日 规定有公民创制和复决的权利 规定普选权,包括妇女也有选举权 这个是和美国一样的水平 美国也是1921年宪法才把妇女的铺权权放到她的联邦宪法里面 什么公民的创制和复决,她还没有 这部宪法在某种意义上比欧美还要先进 这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地方起草的宪法 那么她当时已经能做到这一步 有什么理由说 这已经过了将近一百年 我们人民还没有实行民主限制的数字 所以这套东西是通通讲不通的 随后进行省议员选举 每县选出议员一名 人口落在20万以上 每满20万人可以增选一名 共选出164位议员 对于省长选举 选由省议会选出四位候选人 再交由全民普选 使间接选举和直接选举相结合 但由于没做好选举调查工作 就依据省县负责交由各县议员投票 由2500多人投票 赵恒蒂得1500多票 当选省长 另一个有力竞争者谭严凯得800多票 湖南它是2020年北军撤离 撤出湖南之后 他们就这些本地的军人 还有乡绅 这些世界的人士他们都想 就开始酝酿这个事情 酝酿这个事情以后呢 就开始准备搞 就是找人制定省县 然后进行选举 就是把原来都军变成省长 然后呢制定自己省县 然后这个省议会 等等这一套嘛 赵恒蒂当总长啊 赵恒蒂的人确实 从个人品质上讲 他确实是一个比较 心向宪政的一个军人 他们就找这个努力 完了后来这个 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完了这个 但是呢这个问题呢 就是它是省县 它的这个湖南省自治 湖南这种连省自治 虽然是得到了民众的 就比较高度的率 实际上包括一般的冥民 都比较多 选举的比较的 我觉得这个选举 还是比较像 虽然那时候也 报纸也披露了很多 批团 但是实际上说 做良心话 那种选举还是 还是一个正确的地方 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 联省自治运动中 还有一个极其可贵的举动 那就是一些拥护 联省自治的地方主政者 主动地愿意通过省县 来约束包括自己在内的 主政者的权利 这个自治的根本是来自于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是平等的 那一个人就没权统治 另外一个人 只有是基于人与人间 不平等的一些人 才有权利统治另外一些人 如果你认为人与人之间 是平等的 那任何一群人都无权 统治或者管理 另外一群人 除非他得到了 被治者的同意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自治是前提 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人 自治的人在一起 管理自己的社务 就形成了一个 自治的地方单位 自治的人在一起 管理国家 就形成了一个 共和的民主的宪政的国家 1923年 1923年 洛选的谭阳凯 投奔孙文 并在孙文的支持下 杀回湖南 吴佩福对赵恒提表示 愿意出兵援助 但前提是要取消自治 被赵氏拒绝 后来 赵恒提虽然在护县战争中获胜 但直系军队乘机入驻湘北 1924年 吴佩福策动湖南的县议会 发起修宪活动 10月10日 成立修宪会议 把县议员省议员 由直接选举改为间接选举 把民选县长改为由省长任命 把民选省长改为由中央任命 1926年 在互信战争中立下大功的 唐生智野心勃勃 以广州的国民政府为后台 用武力逼迫赵恒提辞职 7月14日 唐生智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 进驻长沙 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 解散省议会 湖南自治就此告终 由此可见 就是联邦这个东西 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化的地方自治 这种东西 在中国很难生根 因为我们的中央集权的势力 实在太大 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势力呢 我觉得它是和这种 革命的性格是非常稳 其实你会发现 所有的革命者 其实都是大集权主义 甚至不仅是集中的那个集 甚至是极端的集权 法西斯 像国民党搞一党专政 不容纳任何的政党 而且要把自己的这套教义 推广到全国 任何和他不一样的理论主张 统统都是反动 国家可以动用国家机器来治 跟今天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本质上是一种极权的法西斯统治 对吧 我是觉得我们不只是没有联邦宪法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种文化土壤 他没有尊重地方自治的这个东西 那么他就是会导致 像孙中山这样 什么问题都要通过武力来解决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讲 他和中央集权是非常吻合 中央集权也是我不跟你讲道理 我是老子你是儿子 中央是老子地方是儿子 我命令你怎么做 你就得怎么做 那你别管我 老子讲的这到底是对还是错 最后归根结底 还是枪杆的在老子这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革命的逻辑 浙江自治 1920年12月8日 律师出身的省议员阮幸存 向省议会提案 建议召开浙江省自治法会议 并附上一份省自治法会议组织法草案 此举得到吕户这级名流 除辅城 王正廷 沈君如 同人的支持 1921年2月 张静卢等人在上海 创办新浙江 倡导浙江自治 5月 浙江省议员发起组织 浙江省宪法七成会 主张自定省县自选省长 6月2日 组成以王正廷为首的省县起草委员会 6月4日 浙江都军卢永祥发出豪电 主张以省县作为自治的基础 再用国县实现统一 6月16日 在浙江省宪法七成会的要求下 第二届省议会 推定55人 组成浙江省省县起草委员会 由王正廷任委员长 6月19日 吕户这人 成立浙江省县协进会 7月12日 省县草案 交由宪法会议审查 宪法会议 由省县起草委员会委员 各县代表和各团体代表组成 王正廷为宪法会议议长 楚府成为副议长 阮姓存为审议会委员长 9月9日 浙江省宪法正式公布 俗称九九宪法 浙江省一下拿出了100多部宪法厂案 太多了 因为它还选择表决 那100多部怎么表决 对吧 所以就把内容 类似的合并起来 最后就变成三种颜色的宪法 红色白色黄色 他们各自有什么特征 看选民们更倾向于哪个宪法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它说明很多的问题 首先说明就是 很多人都说什么 中国的民主素质太差 人民搞不了民主 这完全错误了 我们早在这二十年代初期 这个选民对于民主宪政就有巨大的热情 而且也有这个 很高的数字 你说能起草一部宪法 这水平相当不错 对不对 而且起草出来的宪法都是很好 都是非常先进的 省县规定 省长由分区的选举会选出 是直接选举 9月22日 成立宪法执行委员会 选举蔡元培 黄福 卢永祥等八人为执行委员 楚府城等九人为后部执行委员 在进行第三届省议员选举时 是依旧旧的选举法 还是依照省县颁布后的新选举法 产生纠纷 旧法是间接选举 新法是直接选举 主张前者是省议会 被称作是省选派 主张后者是宪法会议 被称作是省县派 由于得到省政府的支持 省选派占据上风 省县还遭到杭州总商会等抵制 第三届省议会成立后 认为九九宪法未经全省选民公决 又重新成立 宪法会议和宪法审查委员会 对九九宪法三色宪法进行讨论和审查 1924年爆发江浙战争 受到旗谢园和孙传芳夹攻的卢永祥下野 浙江成为敏浙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囊中物 1924年8月 由省议会各县议会各团体选出 代表组成浙江省自治法会议 13日联名通电宣告东南自治 江浙明流张炳林张仁杰等数十人也联名发布宣言 主张东南自治 我们现在一讲军阀 不就是军阀 这些军头们 二话不说就是拍桌子 把枪掏出来 这都是被我们这些没文化的艺术人拍的电影给洗脑 他们首先就是被这个体制洗脑 他们拍出的电影就是这副德性 然后他们再去给我们大家洗脑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军阀 但回到真实的历史 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 我觉得当时 如果说能够让这个省线自治 再继续下去 国民党也可以有自己的势力 他们也可以制定地方宪法 他们要制定这个全国的宪法 需要和各路的势力进行谈判 妥协 我觉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1925年7月 浙江省自治法会议复会 阮幸存任起草委员会临时委员长 自治法草案经大会讨论通过 决定于1926年元旦公布 10月 孙传芳成为东南五省的首领 各省的自治运动受到打压 1926年12月13日 浙江各界要求蒋介石的北伐军和孙传芳的北洋军撤出浙江 并将自治法公布 19日 各界联合会通过浙江省政府组织大纲 选举蒋尊贵 蔡元培 黄芙 楚辅成等九人为省务委员 组成省政府 宣布浙江自治 随后省务委员被孙传芳逼走 浙江的自治就此结束 那么我们会看到各个省的这种 各个省的这个宪法的制定 在当时联省自治过程当中 都是有强调一个依据法规来 依据省县来治理这个地方 他们并没有强调一个 而且他们是通过这种开代表大会的方式 或者制宪会的方式来实现的 他们并没有把一个权力 或者一个宪法强加给这个人 而且我们会后来看到 这个证明他们不是分裂割据的 一个有效的证据 就是没有一个省的这个自治 是被本省的人民推翻的 那换句话说 这种自治本身没有建立起专制来 没有建立起一个小专制来 他最后都被中央集权 都被孙中山领导的队伍给干掉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 联省自治是得到当地的民众的应护的 但是遇到了中央的反对 所以他最后死在中央手里 而不是死在这个当地人的手里 广东自治 1902年 欧举奖鼓吹自治 提出广东省广东人之广东 1920年 程炯明带领粤军将陆荣亭的贵军搬跑 为广东自治创造了条件 12月 制定和颁布广东省暂行县自治条例 广东省暂行县长选举条例 和广东省暂行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 1921年5月8日 成立广东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 9月 各省各县民选议员完成 11月 民选县长完成 12月19日 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宪法草案 省长由县议会和市议会选出 属于间接选举 省务院长由省长任命 但需经省议会同意 在1921年5月5日就职大总统时 孙门也支持连省自治 其在电门中声称 集权专制 为自满清以来之比正 今日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 唯有使各省人民完全自治 自定省县 自选省长 中央分权于各省 各省分权于各县 数据继分之民国 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 以归于统一 不必穷兵独武 土苦人民 但不久 孙文就放弃了连省自治 准备北伐 为此还与陈炯明闹翻 孙文想通过武力统一中国 先军政 训政 最后进入宪政 而陈炯明是想通过国县统一中国 先各省自治 连省自治 最后建立联邦 中共起初也主张联邦制 从二大到七大都没变过 但1949年后就不再主张了 孙中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国家主义的大一统的一个想法 孙中山对政治秩序的理解是自善而下的 就是说我们先用武力夺取最高政权 然后我们建立最高政权 我们建立一个武装 这个武装在征服各地的不同 不顺从的人 这样子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这个大一统的完成完整的秩序 他的前提是大一统 他的手段是武力 看到民国之后这个连绵不断的这个军阀战争 当然我也不是说责任全部在他身上 但是他的做法反映了他的这样一个理念 当他碰到当他的权力遇到抵制的时候 他就要他倾向于用武力去克服这个这个抵制 一旦靠武力解决问题你会发现 就首先武力解决以后 比如说北伐以后 或者说1949年以后 那首先这个国家不会实行联邦制 他为什么要实行联邦制呢 首先这些这个就革命的胜利者 革命的领导人 都是中央的领导人 他不会给你地方留下什么 实质性的自主的权利 为什么要给你 因为最后还是一句话 枪杆在我这儿 你有什么 我什么时候我想治理就可以来治理 所以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地方自治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联邦的问题 它其实最后会涉及 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大国 它涉及一个 这个国家会不会有宪政的问题 因为枪杆在我这儿 什么都是我说的算 这部宪法也是我说的算 你要来实行宪政 那我愿意可以让你实行宪政 那我不愿意呢 对不起 那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他是不愿意的 因为实行宪政的意味着 你的权利就没那么好使 你要做的不对 我可以来起诉你 你侵犯我的权利 我可以到法院 或通过什么途径 来跟你争这个权利 这是他不愿意看的 所以他不会在这个国家 真正的去推行宪政 这样民间是有这个呼声 你包括当年 当年还是一个 就是小学的这个祖室的 这个毛泽东他 其实都很热心这个 当时对湖南民间的势力 很热心这个支持 但是说实在 能搞成还是要靠军人的 和私生的配合 实际那不是配合 他们的参与 这个因为你如果是当地的私生 和军人都不参与的话 明天再呼吁 没什么意义 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些实力派 就是比如像陈久明 像曹文艇他们的 他们赞同 1925年 国民党在苏俄的帮助下 发动东征 将陈久明的粤军击溃 广东的自治运动 就此被终结 我想连神自治失败在中国 几乎有它的必然性 就是说接受那种 非大一统思维的人太少了 而且他们真的本身作为 每一个省 还没法去面对一个 在武力上也 无法面对一个强大的 这个重要集权 而且我们也看到 民省 联省自治当中 真正的民间的领袖 也是非常少的 除了像陈久明 几乎我们只能提到陈久明一个人 当然还会有其他人 可是他们没有重要到像陈久明 那么突出 所以我觉得 甚至在今天 很多很多的中国人 都仍然是主张大一同的 仍然是主张暴力来 来建立秩序 维持秩序和征服对手的 如果说这个联省自治能够成功呢 那么它也是中国走向联邦宪政的 一条很好的路 至少是一条比较和平的路 那么当然很可惜最后没有走这条路 因为孙中山后来在广东跟陈久明搞翻了 而他们落翻的一个理由就是 孙中山还是坚持要搞暴力革命 要搞他的一党专政 陈久明这是希望能够先搞联省自治 然后大家谈判吧 全国要形成统一的格局 制定一部统一的宪法 那么就是各路军法 包括革命军坐下来谈判 我觉得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想 孙中山和陈久明之间 是孙中山没理 当然后来革命北伐以后 这个德式那么这整个历史也就改写 就我们这中国的历史 确实就是像一个这个政治的这个奴隶 随便怎么样像个小女孩一样 随便怎么打扮都可以 有人把地方自治跟军法割据弄混淆了 后者是以武力为依托 称霸一方 而前者是通过选举实行民主治理 还有人把军法割据归罪于地方自治 但实际上地方自治是军法割据的克星 正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割据无可奈何 有时之事才发起地方自治 通过自治去消解专权和集权 通过省县和国县实现统一 我想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指控 几乎是一个灭造的罪名 我们已经讲的很清楚 当我们在说联省自治的时候 我们讲的还是承认这个自治的省是前提的这样下的一个自治 而不是说联国自治 不是说我现在完全独立于你这个中华了 然后我再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我们再考虑这个自治的问题 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一切主张联省自治的前提就是 他们把自己看作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而没有要求从自己 没有要求这个这个省从这个国家当中独立出来 那么他们所造成的就是 当一个省自治之后 中央的管辖权的范围变小了 而这个中央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个威胁 他不愿意丧失传统上的这种管辖权 或者对别人的支配权 他们是不是割据 那么他们是割据 那别人是什么 你说真正割据很厉害的那些剧房 大家都爱割据吗 其实没有人想搞那样 这两个还恰恰是有一点进步思想 就是他的思想很近 而且号赵黄梯一看这个乱子起来 他自己死了 就是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很在乎地盘 包括后来陈庆明也是 就是他最后看闹闹很厉害的就算了 就是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像他们说 他们两个还真是人片子不错 而且思想很新 不是像人家说一般的割 军阀割据都很在乎军阀 就是地盘 但他们两个其实不是特别在意的 对自己的名利什么都不在意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 你说他感染他们也是这种 有了实力派军人支持的 但是他其实他们批评是不对的 他们这样批评是不对的 但是后来的这个批评就更不对了 后来的批评就一盖就磨砂掉了 就成了一个反动思想 还是我就更更更更更去不像话 参与湖南自治的学者李建农就说 中国已非统一的国家 统一的破坏并非由于联邦分权说 实有于中央集权之物 采用联邦制是谋统一的最好办法 胡适也说 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 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 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 根据与省自治的联邦制 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 他们搞这种联邦制制呢 其实也不是像后世他们说的 就是被集权各级搞借口 他们真是真心的是 就是这个想通过这个呢 就是造福商丝吧 同时呢也探索一条 就是中国现成的道路 因为统一很难嘛 唯一统一难 何唯一统一也难 那么不妨各种搞 先搞起来 所以说这个道路没有搞成 他不意味着这个探索有任意 1920年前后 涌现了一批宣扬自治的刊物 如新湖南、新浙江、新安徽、新湖北等 胡适就认为增加地方的实权 使地方能充分发展它的前势力 来和军阀作战 来推翻军阀 这是省自治的意义 这是联邦运动的作用 我想这个实际上中国我们可以肯定就是 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后 中国需要慢慢的走上一个现成的秩序 一个共和的一个联邦的秩序 当这个过程起步当中 起步的起步之后 我们就应该去推动它 而不是因为里面可能有野心家 或者出现缺陷 我们就废除它 是不是 你能因为孩子作业里面出现了错误的题目 或者他逃避作业 逃避作业你就完全不让这孩子以后做作业了吗 这是完全一个错误的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它出现了什么问题 你就积极帮它解决 而不是去改变这种方式本身 而是用自己过去的这种更糟糕的这种更坏的这样一种政治模式 去取代这样一个新出现的有缺陷的好的秩序 我觉得它更像这种叫我们把它叫做宪政民主共和三合一的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体制的转变 如果这种转变如果在中国当时能够能够逐步推进的话 我觉得在那中国可能这过去的一百年就不会白走了 如果没有地方自治而只是在中央层面实现了民主宪政 那也是汪然 自治是民主宪政的基础 如全国的乡村等基层都实现了自治 也就等于实现了民主宪政 而没有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宪政很难维系 比如民国初年的民主共和就是如此 我觉得在今天自治的自治基本上不是一个难题 没有任何障碍 只有一个障碍就是你习惯不习惯 不是说没有前人的借鉴可以借鉴 不是说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援引 甚至说没有是不是有制定不出来的法律框架 这问题都不存在了 这问题在香港我们也看到了 在台湾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就是中国人还是有可能适应这个自治的这个架构的 他碰到的问题通常是中央不允许 从来都是中央不允许 在中央集权建立之前 所有的人都是自治的 要维持中央集权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 取缔自治 取缔任何自治 你就可以维护中央集权了 所以说中央有足够强大的决心去取缔这样的自治 当这样的决心或者这样的能力 不足以取缔自治的时候 自治就像韭菜一样 他就会出现了 所以说中央有足够强大的决心 所以说中央有足够强大的决心 就会这么久 一会儿就会有足够强大的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